在您出门前来快速掌握一下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到疾病管制署就在昨晚确认 今年首例H7N9流感病例 是一名大陆江苏来台旅游的女性 她因为肺炎就医 结果经过化验确认 是境外移入H7N9个案 而台湾事实上从去年4月3号 就已经将H7N9流感 列为是第五类的传染病 所以目前累计有576例的通报病例中 其中有三例确定都是境外移入 而这次今年的第一例 累计起来境外移入的第三例了 是来自江苏 那么还有看到了这一名女子呢 是正在接受隔离治疗当中